大肠癌是现代老年人常见疾病 但离癌初期大肠直肠并没有症状 很难提早发现 因此死亡率一直维持在 十大癌症死因当中的第三名 医师表示 其实透过每两年分辨浅血筛检 可以发现早期无症状的癌症 减少晚期大肠癌的发生几率 大肠癌是现代老年人常见的疾病 但因为离癌初期大肠直肠没有症状 很难及早发现 因此死亡率居高不下 为此国健署推行筛检计划 2015年开始 大肠癌发生人数首度呈现负成长 连续两年都有下降趋势 大概从105年106年开始 我们的癌症发生人数就开始在减少 所以说这是一个政府的得证 可以让我们的癌症数目变少 癌症就算是有发现大肠直肠癌 它的级别也会比较早发现 它就不需要后续的第三期第四期的化疗跟放疗 根据资料统计 目前已经有7成符合筛检年龄的民众曾经做过检查 其中有9成3的民众 发现属于癌前病变的大肠息肉 以及0到2期的癌症 只要及早防治就能大幅降低死亡率 大肠癌刚开始的话没有什么症状 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息肉软软的 但是它比较我们能够检查得到的就是会容易流血 它血会混在大便里面 目前我们做的大肠癌筛检它是一个免疫定量法 它可以很精确的检查出你身上的大便里面所含的血液 医师指出如果粪便前血检查检测结果出现阳性就要注意 另外饮食上也要注意 老是食用像是煎炸或处理多道程序的菜肴 避免精致饮食降低罹癌可能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不到